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在上個星期 有個全民甚囂塵上 講到似層層一樣 就說人大常委會的加開會議 將會是頒布一些反制BNO的措施 當然大家知道這個全民已經是不攻自破 但是仍然有不少的政府中人 現在就出來就著BNO的議題放話 其中一位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 他在接受彭博商業周刊的專訪當中提到 說大陸新移民來港人數 是足以抵消拿著BNO移民去英國的香港人數量 另外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又跑出來靠客 他說一旦用BNO5加1的方式 申請入籍英國失敗的話 就有可能變成永久的移民難民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陳志思的專訪 他說英國的BNO政策 不太可能造成香港人口大量外流 他還預計大陸新移民來港人數 足以抵消拿著BNO移民去英國的港人數目 在這一段陳志思有多少言不由衷 他提及到大陸新移民 應該是說每天150個名額拿著單程證移民來香港的大陸人 不是說港票 因為港票可以通過專財計劃或其他計劃 你說大陸新移民應該是說那150個單程證 因為港票沒有人自稱是新移民 人家只會說自己是港票 兩件事 當然很多人的眼中說你新移民也好 港票也好 反正是大陸都是一堆人 但是我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理性和科學 事實上新移民和港票 就算在香港生活也好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是兩個群體來的 住的地方不同 生活的方式不同 工作不同 如果在分析問題的時候 將這兩班人當成是鐵板一塊 所得出來的結論 肯定是會有很大的偏差 甚至乎是錯硬 好了 陳志思現在所說的大陸新移民 應該是說每天150個單程證的名額 如果純粹從人數上能否抵消得到 你長遠計肯定可以抵消得到 每天150人 一年365天 你乘一乘數 大概是五萬四千多 應該是 如果366天的話 就差不多是五萬五千人 一年都五萬五 如果計算五年 就算五加一 五年的時候也有二十幾萬人 如果離開的人只有二十幾萬 你一定可以抵消 這個其實是很無謂的 你這樣說 因為你來的那群到底是誰 拿單程證來香港那群人 其實有很多都是極基層的人士 甚至乎大家看電視報紙也有 就是那些大陸的女人 特地嫁給那些香港七老八十的阿伯 得到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拿了身份證 跟那條阿伯離婚也有 這些人大有人在 那些含金量是很低的 但現在你找那些人 其實是各個階層的人士都有 沒錯有基層 但也有很多中產人士 有些是富貴人士 那個含金量完全是不同的 你不能直接用人數來比較 你純粹比較的人數是沒有意義的 你到底每天來的那八五人單程證 是什麼人來才可以的 他的文化水平是怎樣的 他的資產水平又是怎樣的 你不是說這裡走一個 那裡就來一個 這樣就抵消了 這樣就叫自欺欺人 以及叫人口換血 陳志思還說到 說未來五年拿著BNO離開的人數 將會遠遠少於 目前預估的高達100萬人這個數字 他就說以往都試過居民外流的情況 比如說在97回歸之前 但是離開了的人 又有可能回流回香港 他就這樣說第二段 實情他這個數字就是很保守的 你接受專訪的時候 然後既然要說一個數字出來 說不會高過這個數字 這樣 你不要訂了100萬人這麼多 我也不相信有100萬人 但是你那個數字訂到這麼高 就是等同於沒有說一樣 你不如說移民人數少過750萬好過 是不是 這樣就很無謂 你這樣說 你起碼訂一個有意義的數字出來 等日後別人去看的時候 有個驗證 有個考據 是不是 100萬人都不用考據 大家都知道不會 但是他就說 有部分人可能會回流 我看怕又未必 因為現在找那些人 有很多人是受不了香港的政治低氣壓 他就是受不了收緊了自由 如果香港在接下來幾年 都是維持著現在的狀況 他為什麼會回頭呢 我又不明白 你基本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他自然的決定都會不變 陳志思還說 現在從大陸來香港的大量人才 就會代替得到離開香港的人 他就形容 離開香港的人 要不就不信任中國 要不就為了兒子有更好的教育 或者在當今的經濟下 能夠為公司在中國內地贏得業務的員工 就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覺得自己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競爭力 他這一段反而就叫做比較貼近現實一點 起碼他說的頭幾個原因 不信任大陸 或者是想自己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 這些正正就是這一波移民潮的人 他們的基本原因 起碼是貼近現實 但是陳志思提到部分香港人 可能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強的競爭力 所以要離開 我就不同意 他最後那段大概都是說這些 你看看那些外國公司 請的全部都是來自大陸的海龜 因為他們的客戶都是在中國大陸 你能夠怪那些外國公司嗎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其實他這句說話 都是在反映現實 但就不代表香港人的競爭力下跌了 而是因為 為什麼那些公司要請大陸的海龜 或者那些金融企業 為什麼那麼喜歡請這些所謂港票呢 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在大陸有一個網絡 那個人際的網絡 就可以令到這些公司可以在大陸吸金 賺錢 賺人民幣 這就代表那幫人拉關係很厲害 如果你認為拉關係也是其中一種競爭力的時候 沒有話可說 現在正正是金融業專門請那幫人 但是金融業以外的行業 都開始請這些港票 那陳志思怎麼解釋呢 他所說的這個說法 其實針對金融業來說是對的 但是針對其他行業 如果他們的客戶都不是集中在大陸的 但是那些中資企業 仍然是要聘請這些港票 那怎麼解釋呢 老實說一年那麼多人走下來 一年製的碩士班 然後就留在香港的處工作 97年他就拿了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那幫人都不是每個人都說從事金融業 不要玩 有些去讀教育文憑 去做教師也還有 做教師那幫他不是服務大陸人 全部都是香港學生來的 所以陳志思所說的這個說法 你在金融業來說 沒錯是對的 不能夠質疑你這個說法是錯的 但是在其他行業呢 是不是 其他行業都很喜歡請這些港票 陳志思所說的原因 就已經不適合在那些行業 那些那麼喜歡請港票 為什麼呢 沒有他 因為他自己有 因為他容易受到控制 因為他聽話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人口換血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 湯家驊 他又怎麼說 他在Facebook上面寫了一些文章 他說 如果放棄中國國籍 是由申請入籍他國那天開始起計 申請人將會有一段長時間成為無國籍人士 如果最終未能成功入籍的話 就更加可能成為了永久性的移民難民 他說這番說話 無非就叫靠客 首先要說一件事就是 BNO本身 他就已經是一個國籍 BNO不是一本護照 不是一本旅遊證件 英國政府就已經證明了 成為BNO citizen 所以湯家驊說 這班人會成為無國籍人士 就是無稽之談 只不過你不承認BNO這個國籍就是真的 其實湯家驊這個說法 比起葉劉那個是更加激進的 葉劉所提倡的建議就是 當那些香港人拿著BNO 去到英國5加1之後 他真的入籍成為英國公民 拿了那本BC的護照 到時就會取消了他那個中國籍 取消他的特區護照 取消他的香港的永居權 那是最少六年之後所發生的事 但是湯家驊現在所說的情境 就是說 你申請入籍他國起計 那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一批了BNO5加1簽證 那一刻就開始計算呢 如果是的時候 分分鐘有很多人恨都恨不到 你快點取消他的中國籍 為什麼呢 第一 你一取消他的中國籍的時候 即是他已經沒有了特區護照 沒有了永居權 那麼他去申請那個強積金 可以批出來 除非你那個積金局又說 那些人都這樣 還不是移民的 你還在瀏覽他的 那就沒有說話好說了 那你又會打擊到那些投資者信心 那第二件事就是 你取消了那些人的中國籍的時候 我又不相信英國政府會 坐定定在那裡任你出去 叫做出一些反制措施 而他是沒有反應的 他怎麼都會有個道義責任要盡 到時候很有可能是怎樣呢 就是你取消了他的中國國籍 他只是純粹拿著BNO的時候 有可能直接轉為BC 英國政府一定會有一些措施出台 到時候不會任你租資的BNO人士 所以可能很多人他恨都恨不到 你去提出這些建議 所以我又不相信湯家驊這個建議 到最後是會落實的 如果會的時候 是很愚蠢的 你是益了那些 決意要離開香港的人 因為有不少人恨了很久 就是想你取消他那個中國國籍 他自己取消不了的 你幫他取消 那就合了何車了 所以湯家驊所說的 會成為永久性的移民難民 這件事我認為是天荒夜譚 是不可能發生的 英國不會坐視不理 不會看著這件事發生的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